这期来工地看个网络 据说之前来了两批人 都没有给他修好 所以看这样 我能不能给他拒绝 现在的学木灯网吗 现在是怎么个情况呢 这就是部分手机有网 有的手机就连不上网 似乎连不上 有的电脑 我那个同事今天瞎改的一些 IP也能连上 您还是看吧 他们都不胖腹 我看一下吧 有没有动网的地方 赛哥你这边网络怎么样 这个是可以用的 可以用 我带姐姐吧 我看到现在应该是可以上网吧 现在是可以上网 这前是什么情况 之前说他的转换器应该是工历不够 然后楼上是没有网的 楼上没有网 现在楼上有网吗 楼上也没有网 楼上也没有网 那算一下 挑换也不 你们不是都有了 它是极个别电脑 有的手机都连不上 手机连不上 嗯 我知道了 你这个没网啊 这样是没网啊 各位电脑没网 各别手机也没网 这是为啥呀 是转换器带不过来吗 还是 嗯 我查一下 这里我点击详细信息看了下 目前的IP是零网断的 目的网断为点零点一 那很可能就是这个设备导致的动网 所以我就访问一下这个地址 看下它是什么设备 挺令可的 检查了构架 这个是组光猫瑞士康达的 接到哪里的 瑞士康达接到 这什么这位 这小米的 这小米的 昨天新换了 昨天新换的 小米的接到这上面 但是我电脑也拆上去 出现了提不令可的情况 那什么地方 那就是小路由 有小路由存在 我在这间 到了这里 故障就找到了 他们有一半上不了网 就是因为有一个 提不令可的路由器 在干扰整个网络 要想解决这种故障 非常简单 但是我发现一个 更严重的问题 他们明明有企业路由器 却为什么只用一个 家庭路由来当住网关 我知道问题了 但是我有点不太理解的是 这个路由器不是更好一点吗 然后为什么呢 你们不用这个路由器 这个可是企业机的 这个更好 你这家庭 刷一刷 就是说 上面这个黑盘子 对 这个路由器 它是个路由器 这个性能更好 你这个的话 用的话可能会卡 所以我要启用它 后面沟通才了解到 原来他们还不知道 这个是企业路由 也不到什么时候停用的 这就让我不要纠结 之前的师傅 为什么舍弃到这个路由 难不成这个路由器坏了 但是以我的经验来看 路由器坏的概率 非常的低 如果继续让这个家庭路由 来当住网关 这始终是个雷 所以经过一番思考 我还是尝试回复 这企业路由 当我电脑将军 打算调试的时候 发现任口的IP 有一片的空白 当时让我一度以为 这路由器确实坏了 应该是这个有问题 所以你们禁用了它 后面我尝试了第二个口 也是一样的情况 电脑没有不许动 任何的IP地址 那眼下只能 给它还原出场了 如果还原出场 还是没有IP地址 那基本就可以判定 这路由器是坏的 这个比其他路由器很多了 你这个家用的可能会卡 还是得这个 嗯 跳出来了 那是电脑拿到地址了 网关是192.168.1.1 好在经过回复出场 我就很顺利的 进入了后台 那估计之前的失误舍弃它 多半应该是不会调试这款路由 这款路由 虽说我很少接触 但小狐以前经常调试软路由 所以调试这种路由 还是比较轻松的 稍微注意一点的是 它总共有五个口 但是在后台 它只会显示三个口 所以这里我就教大伙 如何去分辨 如果对这段没有兴趣的话 大伙可以跳到后面 这个零号口 指的是这个 它是三号口 四号口 零也就是指的这个和这个 我是怎么分辨的 看下这个接口转换 上面写的 这是零二口 这两个是二层口 这两个是外网口 所以三号口 四号口 指的是这个 这两个是外层口 这零号口 所以我要这个四号口 就是这个四号口 四万口 在这上面 配置吧 估计讲到这里 大多数人都很难听懂 所以小虎平常 很少讲这方面的内容 后面我给录音器 填解静态IP 以及增添DHCP 这下录音器 才彻底活了过来 接着就要处理 交换机面的小路由了 我电脑这样去抓包看了下 目前只找到零网段 和三腰网段的广播 三腰网段的广播 都是TC端发出来的 那应该是电脑残留的IP地址 但是这零网段的广播 则是TVlink发出来的 所以我要找到这录音器 把它给拔了 这里我开始拼地址 然后准备拔线 如果拔对了那条 那么拼它就会消失 开始拔线 不是 这条 也不是 这条 嗯 就这条呢 现在已经找到了 我看了下标签 它上面写的食堂 我就让个NPC带我去食堂 看了下 看来是这个吧 就这个了 你这一会儿我再帮你接吧 一会儿我再帮你接 为什么接这个啊 你这样接的话会找网络的 果然是典型的 网线接烂口导致的故障 只要拔了这条线 网络就自动恢复了 后面还有部分电脑无法上网 我这边看了下 他们电脑还是一直保持 之前的三央网段 哦 你搞静态了 开始外围 电脑设施静态 是为了防止小路由 但是后面看了下 并不是静态 只不过电脑的IP 没有刷新过来 我这边就禁用了网卡 然后再启用 让电脑重新刷新了下 IP地址 嗯 要刷新一下 行了 下一台电脑 我们每台电脑都要检查一遍 这台呢 这台 叫我这台电脑 这台电脑 我忘了 手标呢 这台也一样的 先看地址 以太网 网络和工程 以太网 详细信息 IP地址没更新过来 我看那是不是静态 应该是 都是那个男孩子 那你就禁用 再启用 因为你现在网络已经 被我清除得很干净了 所以他 看 又可以正常上网了 好 其他的 你就要跟他们说 上不了网的 重启一下 不过会的话就重启一下 重启一下也有这种效果 就这样 电脑可以正常上网了 后面的步骤 我就一笔带过了 总是这边的网络 已经被我处理得很干净了 更重要的是 启用了这几页路由 这边的网络 远比之前稳定多了 好了 本期维修到这里了 就会被我处理得很干净了 这边的网络